美国众议院今天通过国防授权法 那事实上反中平台的法案 国会是一个又一个的推动 那这一个东老师 另外一个方面是美国国务院 事实上要扩大中国之家中国小组 以前是川普为了对中国的贸易战而设立的 现在整个国务院的团队 也可能扩大人力物力资源来盯中国 好的我先谈一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这两天他才刚刚宣布他预告 因为这个美国已经结束了这个阿富汗撤军了 然后呢所以说未来要把这个重心 转向应对中国的挑战 所以秋天他会马上公布这个国务院的 新的这个印太战略 那你从这马上就看得出来 就是说拜登政府呢 他为了这个管控阿富汗撤军的这个危机呢 他会加速反中的步伐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回头看川普 川普他是在2017年上任后一年 他公布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然后2018年 有美国国务院提出他的印太战略 2019年国防部也提出他的印太战略 这个是美国原有的这个程序 他是很有层次的 过去30年来大概也都是这个模式 但是拜登打破这个模式 拜登才上台 还不到一年 今年3月拜登居然就公布了 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那个战型指南 这个已经令外界非常讶异了 然后呢按照时程 应该明年或后年 到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才会公布 根据那个战型指南公布 他的印太战略报告 国务院的 国务院版的 可是呢 全部都加速了 那可想而知 就是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新的印太战略报告 他一定是追随着这个战型指南 国家安全战略 因为国家安全战略是总统公布的 他决定并明确的你的战略方向 后面的国务院跟国防部所公布的 印太战略报告是执行 你要用什么具体的执行方式 来实践总统所提出来那个战略 好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 另外一方面 这个中共的这个新任驻美的大使秦刚 也刚刚公布了他一份这个演讲的全文 秦刚是这么说的 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 双方必须面对现实 面向未来 然后呢来创新中美互动的新机制 这段话什么意思 这段话是在提醒美国人 中国现在已经是崛起的强国了 所以呢你不要再跟 把我中国当过去那种小老弟 你美国要面对现实 来创立这个两国交往的新机制 新方法 秦刚是这个意思 你再搭配看 就是那个习近平在联合国的那篇讲话 你就会赫然 整个都明朗 习近平在联合国 他在讲什么 中国要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 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跟法治化 中国将会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是世界公共货品的提供者 他这一段话完全就把中国 当作一个超级强国在讲话 就是说这些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 都是一个超级强国 他在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跟功能 这个就是国际政治学里面 所谈的公共财的理念 就是说谁提供给全世界公共财 超级强国 现在换中国 他只换个词 公共货品 所以秦刚的讲话听起来是口腹密件 想要去这个麻醉催眠美国 但美国不是这一套 所以美国国务院 他要推动中国之家 什么意思 在美国本土 在全世界各国的使馆 要征慎情报人员 来关注来追踪 这个中国对美国也好 对全世界各国 他是怎么去渗透的 怎么去偷人家技术的 这是一个新的创举 好我们稍后回来 感谢观看